小九说 后来对方就领着自己 去了杭州大厦501 西子国际三号楼 二十楼的初心私人皮肤管理 进店之后 一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 并且给他做了项目 然后我进去我就被带着 就躺下了 然后躺下就来了一个老师 他说我帮您看一下 然后就开始 就开始往我脸上抹东西 然后就说 各种说这不好那不好的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居然没有反抗 然后我就 就开始体验他那个项目嘛 然后他说 完了他说要580 然后580我就行 那580吧 然后过程中他也是一直在 疯狂推销 然后各种诱导性消费 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拒绝 因为他让你躺下 你就躺下 他给你做项目就做项目 因为这就是 这就很迷惑啊 可能 可能就是我自己也比较 可能我比较笨吧 反正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小九说 自己本身皮肤就不是很好 在店里做了皮肤护理 回到家之后发现 脸上痘痘 比以前更严重了 又红又痒 因为这事 还跟领导请了假 不敢去上班 小九表示 自己当天在店里 还稀里糊涂的 交了900块钱定金 现在他希望能把 这笔钱退回来 找到初心 私人皮肤管理 工作人员介绍 小九当时做的是一款 叫做 北非雪松驱痘的项目 单次费用是580块钱 小九交的900块钱 是半个套盒的定金 因为需要将原本的痘痘 挑破 所以做完之后 看上去 会比之前的情况严重 就是痘痘 咱们就是清痘 给它清过痘 应该给它清过痘 比以前更严重了 因为清痘 它不是说比以前样重 它要清完痘 它是有一个结痂的过程 它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因为它一次 它绝对是 是治不了的 治不好的 它当时给你 用什么针条了吗 你感觉到 指定比较 对 有针 有针条 因为它指定做过 不可能用这套盒 咱家也不光说 光做这个 然后做面部美容之类的 咱还有别的产品 因为它就是用 那北非手中套 这个是 见血吗 有血 那它清出来以后 把里头的东西 一定要是 挤到变血 既然我变严重了 是不是你们那个 你们那个针 你就不管是啥 咱家都有消毒的 王女士表示 小九之前 一直是跟前台在沟通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到店里来协商 但小九一次都没有来过 今天一来 就找了媒体 他们感觉小九的处理方式 不太合适 你至于吗 至于吗 对呀 你至于 这么 这么轻之动重吗 我指定是得跟经理说 这个来头去卖了 因为小姑娘 当时是说了一回 马来那前台 让她到店来 她不来 就是突然间领人 那我把这事 都得要跟她说 好像咱们是怎么回事 经过沟通 王女士表示 会把事情跟经理反映 明天给小九一个答复 关于店家的经营资质 小九表示 也会向工商部门进行查询 有没有 黄剑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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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